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日劇初戀first love持續發燒 不只霸佔了排行榜,觀眾們的討論熱度也絲毫不減 我們繼五大浪漫暴擊瞬間 七件沒交代清楚的是兩支影片之後 推出的九大細節影片,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觀眾們紛紛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更多他們發現的細節 讓我們覺得這部影集真的是太厲害了,不跟大家分享不行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整理了追加九大細節 而如果你還有發現更多的話,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變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First Love初戀! 整部影集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編導韓珠百合善用伏筆 在影集前面,預告了許多即將發生的劇情 然後讓觀眾一路上蒐集拼圖碎片,在最後拼湊出全貌時被感動給重擊 例如我們之前曾經解析過 它是如何將《雨多舔光》的First Love的歌詞融入劇情裡 而在第一集的開頭,我們一面看到成年的野鷹開著計程車 背景一面說出了上面片段中的幾句話 這幾句話乍聽之下沒有什麼,卻暗示了幾個影集裡最為重要的元素 例如《情道》曾經用拼圖形容人生、兩人初戀的回憶 《野鷹失憶的經歷》、《小情道》偷塞在小野鷹梳理的車票 《野鷹在冰島時穿的洋裝》、《野鷹用萬寶龍藍色墨水勢筆時寫下的字》、 《兩人年少時在海災上的互動》、《野鷹曾抱著深切期望的希望號探測車》、 《貫穿全劇神曲的創作者雨多舔光》、《被放棄的空服圓夢》、當然還有失去的初戀 但這段劇情除了直接預告了影集裡即將發生的重要事件之外 用成年演音的畫面配上少女演音的聲音,其實也是編導的用心良苦 不只呼應了兩段時光的劇情 更譬喻了當時的成年演音尚未找回記憶 和過去的自己就像是兩個人一樣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中提到,野鷹用鋼筆寫下兒子的名字 和爸爸送筆時,寫下野鷹的名字一樣都是在呼應親情 但影集裡還有更多的細節說明了劇中角色是如何受到父母的影響 進而影響到自己孩子的細節 在第一集裡,野鷹的媽媽因為工作的關係來晚了 卻貼心地在車上拿出蛋糕對女兒信聲 野鷹雖然開心,嘴上卻半開玩笑地對媽媽說 這是上班拿回來的剩菜吧! 此時媽媽回答,這可是上等貨! 但如果你仔細聽,媽媽其實說的是first class 搭配她後來說知名棒球員松井秀喜可能也吃過 我們合理懷疑媽媽是在航空公司上班 因此野鷹後來去空中餐廚上班 除了可能是受到媽媽影響之外 搞不好還是媽媽動用關係介紹進去的 此外我們也知道,野鷹從小的夢想就是要當空服員探索世界 這個夢想應該是來自於時常需要出國的爸爸 在野鷹小時候會從世界各地寄來禮物,以及母親的職業 我們在第九集裡看見 野鷹在著小坠起機場告白之後 在餐廳點了一杯冰淇淋汽水等兒子 此時畫面一轉,隔壁桌竟然出現了年輕的野鷹媽媽 帶著幼年的野鷹同樣吃著冰淇淋汽水 由此可見,野鷹在小時候就常常跟著媽媽出沒機場 當時就留下了珍貴的童年回憶 而且搞不好爸媽也很有可能是在飛機上認識的喔!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彩蛋 那就是由小泉金綠子所飾演的媽媽 在這幕裡模仿了瑪麗聯盟路替甘乃迪唱生日快樂歌的嗓音 是不是很有趣呢? 講到我們童年時的幸福回憶 那就是帶著濃純奶香與焦糖滋味的森永牛奶糖了! 你知道嗎?原來森永牛奶糖已經有超過120年的歷史 創始人森永泰一郎,一開始是要到美國販售日本瓷器 但因為一顆療癒他的糖果,決定要在當地學習焦糖做法 讓日本人也能吃到這麼好吃的糖果 因此而創建了森永西洋果子製造所 而森永治果在1961年從日本來到台灣 並在隔年於台北北投成立工廠 截至今年,森永治果也在台灣落地生根超過60年了 除了將牛奶糖的美好散佈到台灣人的零食櫃中 也持續推出各種美味產品 另外分享一個冷知識 一開始森永在台灣,其實叫做台灣治果 直到1980年才改名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台灣森永治果喔! 一直以來除了經典黃色包裝與原始口味 森永牛奶糖還推出了各式各樣的限定口味與繽紛包裝 而今年《台灣森永與聯合文學》雜誌則是聯名推出了最新的《森永幸福世代牛奶糖》 產品內外都有巧思 森永針對各世代族群調查得到最能代表他們的口味及幸福色調 做成牛奶糖與包裝 創作出四種符合各個世代心境 帶著有苦到甜,不同幸福甜度的糖果 有趣的是,當我們在開箱嘗鮮的時候 真的覺得四季春的口味特別適合剛滿40歲的我們 茶香回甘,勢中又平衡的滋味 有如走到人生中場,體會到淡淡的苦澀才能襯托出甜美的尾韻 是不是也讓你聯想到最近的現象級日劇《First Love初戀》裡重逢的男女主角呢? 經歷了現實的無奈,卻迎來了再度相戀的甜蜜 讓得來不易的幸福變得也更加可貴 而這就是屬於40年代的幸福感 另外,《牛奶糖》的河面上也印有各個世代的創作者 像是作家洪愛珠與導演魏德勝等等,分享他們幸福的獨到心法 在1月19號前購買《森永幸福世代牛奶糖》 登錄發票或是拍攝你的幸福生活片段 並且按照活動辦法投稿,就有機會獲得大獎 想要了解更多,歡迎點擊文字說明欄的連結喔! 來吧! 來吧,享受! 第一次當我們發現,野英曾經在機場擔任清潔員 以及在空中餐廚裡工作時 主要都是替他捨不得放棄空服員的夢想感到難過 但如果你仔細看就會發現 編導其實在這裡還埋下了野英和情道 撿不斷理還亂的緣份 在第七集前半,野英在空主裡準備著餐點 此時畫面上出現了2009年8月份餐點的示意圖 分別是一份佛卡夏三明治、一份水果以及一碗優格 而在同一集後半,我們看到坐上了飛機的情道正準備要享受餐點 而出現在他眼前的,竟然和野英在廚房裡準備得一模一樣 如果要更浪漫一點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情道吃的那份餐點就是野英親手準備的 你是不是也起了雞皮疙瘩了呢? 在第三集裡,剛剛找到野英下落的情道 在得知他家洗衣機壞掉得要在外面洗衣服時,立刻狂奔到他身邊 除了脫下外套照著野英之外,也默默在旁邊等待他醒來 期間還忍不住模仿了野英睡著時的各種表情 當時我們以為這只是在呈現情道對野英的眷戀 但後來卻發現這裡埋了兩個伏筆 首先,在同一集的前面 小野英曾經和在軍中的情道通電話 向他抱怨自己的內衣在洗衣店被偷走 當時的情道對於自己無法守護女友感到憤怒不已 所以後來情道來到洗衣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用外套遮住野英的腿,算是彌補年少時的遺憾 再來,在第九集的時候我們得知 情道早在高中之前就已經在火車上見過野英,並且對他一見鍾情 當時野英曾經一路睡著 而在遠處凝視者的情道忍不住模仿了欣賞人的表情 就和後來長大重逢之後一模一樣 在前面一支影片裡我們曾經提到 小野英在首次登場時練習著空服員的廣播 當時他口中的飛往雷克亞維克的627號航班 預告了之後兩人將在冰島重逢 但其實眼尖的觀眾還發現了另外一個冰島的彩蛋 那就是大學同學還CD給野英時 放在一疊CD最上面的 是冰島國寶《碧玉》於1997年發行的第三張個人專輯 Homogenic 而這張專輯正是碧玉在離鄉背景多年之後 再度回到冰島它成長的地方尋找靈感的成果 除了暗示冰島之外 也是在預告野英即將踏上一段 先失去再度找回的旅程 另外男主角佐藤健曾經揭露 影集最後的雪景其實並不是在冰島拍攝而是在北海道 原來劇組原本的確有打算去冰島 卻因為疫情而選擇在北海道搭景拍攝 是不是沒想到呢? 這部影集之所以這麼成功 雨多田光的那首《First Love》功不可沒 而原本我們以為 編導將歌詞融入劇情裡已經夠厲害了 但後來才發現影集中有更多致敬它的細節 首先影集的全名《First Love初戀》 其實是結合了雨多田光相隔了20年的兩首歌曲《First Love》和《初戀》 再來劇中兒子小墜15歲之展露的音樂才華 也和當年的雨多田光頗為類似 此外,第九集裡也應和小獅在KTV所點的第一首歌 就是雨多田的媽媽《藤龜子》的歌曲《聽我說說我的人生》 而且你知道嗎?同樣在第九集裡 也應曾經載到一位名叫做幼籍的客人 她的全名是幼籍池樹 不只是一位出色的藝人 還曾經是雨多田光2018年的《Love in the Dark》尋回演唱會裡的嘉賓喔! 《諸淑智》? 嗯,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是嗎? 剛剛提到,編導《韓竹百合》很巧妙地把《First Love》的歌詞 變成一段刻骨銘心的故事 但其實她還偷偷塞了雨多田光的另外一首歌的歌詞在裡面 那就是她的神明曲《Automatic》 這首歌的頭幾句的歌詞是這樣寫的 《電話》響到了第七聲,你接起了電話 你不說姓名,我聽聲音也馬上知道是你 唇編自然流露出的旋律 在沒有言語的瞬間,是最幸福的 這幾句歌詞完全呼應了第二集一開始小野音打給《情道》的劇情 我們只能說 編導請收下我們的膝蓋吧! 《情道》在野音失憶之後,雖然十分掛面 卻只能透過一封又一封的信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但沒想到這幾十封的信,都被野音的媽媽給攔截了 並且以為了女兒好為由給藏了起來 並在女兒嫁人生子之後一次還給了《情道》 讓她只能死心,並將信全部燒毀 沒想到《情道》這些沒有傳遞出去的思念 後來在野音找回記憶之後再度重演 在第九集裡我們看到 野音在《情道》離開之後,雖然試著過好她的人生 卻怎樣都無法對《情道》忘懷 而這些想念也化成了一封封存在手機裡的草稿 同樣地沒有被對方給接收到 看得我們難過得不得了 看來如果要成就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還是少不了要有一定程度的虐戀啊! 這部影集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一次敘述了發生在兩段時光裡的三場戀情 分別是小野音與小情道的初戀、小J的初戀 以及大野音與大情道的第二次初戀 而我們也在許多的地方看到時工交錯重疊的彩蛋 首先是第一集,小野音在公車上的時候 曾經有個長得很像小J的男孩一閃而過 我們當時以為那只是長得像 但後來發現當時智慧手機還沒有問世 加上那十份新潮的無線耳機與藍色系服裝 在在都顯示那個人就是小J 後來在第九集裡,野音帶著小J去機場告白 坐在他們旁邊的竟然是年輕的野音媽媽和更為年幼的小野音 我們覺得這幾場時空重疊的場景 除了是象徵、母子兩人各自的初戀 也帶出了整部影集《親子的次要劇情線》,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影集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以及還有哪些我們漏掉的細節與彩蛋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的站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First Love初戀》!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